这次来到一个很特别的世界 从最顶层这边是300多高度的地方呢 一路往下延伸 然后每一层呢都有不同的方块 像这样子分层的世界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底里面 搜集到各种我需要的物品之后 最终要做的目标就是潜到最底层 究竟在这样的世界生存 我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斯 开头大家看到的那个东西呢 就是我今天生存的世界哦 哇好高的感觉哦 目前这边已经是298层了 一般的村庄应该都在64层而已哦 干嘛离我这么近干嘛 而这个世界这么高的话 我如果要挖到最底层 不知道要挖多久耶 总之我先开始收集一下 这个村庄的东西吧 也太多床了吧 然后箱子里面是空的哦 而且我刚才有看到两只铁巨人了耶 看来我的铁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马上就可以拿到的感觉 不过这个村庄看起来 箱子里面都是空的 看起来我如果要获得食物的话 好像就只能采这边的小麦耶 我把这边的小麦都给采一采好了 哇哇哇哇哇 好像光是采这片田 我的食物就够用了耶 哇好多哦 种子也超多的啦 好的那这样子我收集到了 快要四组的小麦耶 也就代表有至少一组的面包可以吃了 那我先来挖一些的木材哦 OK做个木稿之后 再挖个鹅卵石 然后做个石剑 再做个石斧 再做个面包 这样就可以来打个铁巨人了 来吧 我的第一块铁 哇不晓得下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子耶 好期待哦 总之我先想办法把这个村庄的所有铁巨人都打掉哦 OK这样就收集到两只铁巨人的铁了 再来我先做个铁稿出来 然后再做个铁剑好了 再一个盾牌 好了 那这样子 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有了之后 我好像就可以准备往下挖了 那我看这边有一个基岩哦 我从基岩这边往下好了 等一下我又看到铁巨人了 OK我应该要直直往下挖吗 好像直直往下挖也可以 毕竟我现在的素材也够了 死掉的话应该也不至于死掉吧 还是这样左右挖好了 然后这一层是木材加上树叶 好帅哦这一层 然后再来是画木 画木下面好像还是木材 看起来这边是把所有的木材都给集中在这个区域了是吧 然后我也听到怪物在叫了耶 在下面这边是樱花树的树叶 不知道还有几层我目前已经挖了五种的木材了 好帅哦这是博物馆是不是啊 哦我看到了下面是金字塔的颜色耶 应该有金字塔吧看起来 只是直接下去的话感觉会死掉哦 啊我刚才应该先装个水再下来的 啊不过还是算了 等一下应该还会找到水哦 总之我下去之后先做这件事情 OK那这样怪物就打不到我了 哇这边怪物也太多了吧 这边失格超级多耶 我先把这边给拆掉哦 然后找个位置把这边的怪物全部都解决掉 哇塞哇塞 太噁了吧 感觉是有生怪钻在这个地方耶 如果有一桶岩枪桶的话就可以全部让他们死掉了 OK最后三只 哇塞怪物真的超多耶 我一瞬间就来到了11等多了 然后再继续往下的话好像是金字塔耶 嗯看起来这周围是没有东西了 所以我就直接下去看看吧 啊这边有木桶 诶有鞋子耶 防摔弱鞋子的样子吗 看起来好像是那样子哦 哎呦 诶还会加跑步速度耶 哎呦好强的感觉哦 我看一下是不是防摔弱哦 会 啊啊会摔到耶 主要感觉这个应该是加速用的哦 然后下面这边还有一个金字塔的奖励箱的感觉耶 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好了 哦这下面应该有TNT吧 然后它写什么 它要我挖这里的样子哦 哦挖下去会有TNT的意思吗 等一下这个TNT比我想象中还多耶 一整层全部都是TNT的吗 诶好大哦 然后这边还有哦一个鎬子耶 这个鎬子好像会挖比较快的样子吗 哦哦也太快了吧 不是普通快 超强的鎬子 那我先把这边的东西拿一拿好了 哇塞东西也太好了吧 然后这边的话还好 然后这边的话金苹果 还有清水性 清水性感觉要带一下耶 然后这边还有金苹果 看来是没有附魔金苹果哦 啊其他的话应该用不到了啦 OK那这一层的TNT我先收集个一组走好了 而且这一把鎬子是不会坏掉的耶 所以我可以直接拿着这把鎬子乱挖就对了 哈哈哈超级强耶 那这样我的TNT好像也收集到一组了哦 OK那就继续往下挖吧 哎呦哎呦怎么了 哦好lag 这个我下面挖到什么 啊我知道了 刚才那是仙人掌是吧 这一层是仙人掌 哈哈哈 整层仙人掌瞬间就全部被我挖掉了 我还以为刚刚电脑要坏掉了 OKOK 哎然后下面这一层的话看起来好像是普通洞窟耶 这一层的话是花钢岩 然后闪长岩跟什么有的没的 哇再往下的话这边有一些矿物耶 矿物的话我好像也要挖一下哦 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房具哦 哎只不过房具感觉也会给我对吧 如果我去找那个木桶的话 OK那我就直接下去看看吧 先有我的沙子哦 哦有钻石矿耶这附近 那我先来看一下这个里面有装什么 击退棒的样子吗 这个应该可以把怪物打飞吧我猜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箱子 哎有全身的锁链装耶 那我直接穿上去哦 除了鞋子之外我都把它换上去 然后来试试看这个击退棒哦 嘿 哇哈哈 直接弹出去耶 哈哈哈 直接弹得太快了吧 哈哈哈 只是这东西好像没什么用耶 只会击退的话是打不死怪物的哦 总之我先把这边的钻石给挖一挖哦 哈哈哈 这稿子真的超强耶 矿物摸一下就坏掉了 哦 只是这一层的怪物好像有点多耶 全部都聚在一起 这前面是有生怪磚吗 嘿 先把它全部打一打哦 OK那这里面的话看起来还有一段路耶 而且我可以从这边挖到外面耶 只是没办法从侧边看出去就是了 哎那我顺便来做一件事好了 我把我的击退棒做成钻石剑好像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 还是不要好了好浪费哦 总之先做一把钻石剑出来哦 然后其他的装备 我觉得我先做个钻石上衣就好了 因为我感觉等一下有可能会剪到这种整套的防具出来哦 就像我的鞋子一样那么厉害的 OK然后这边也有一格的水哦 把这个水给捞起来 然后再稍微看一下这个洞窟里面还有没有钻石好了 把所有的钻石都给挖走哦 所以说我来看一下现在是第几层好了 目前是两百三十六层哦 哦 所以我已经下降了七十层哎 好像比想象中还要快哎 然后这边有一些羊毛哎 感觉下面有什么东西对吧 哦 然后再往下挖这边是 哦这边是全部都是那个叶子哎 我好像可以在这个里面爬哎 哦有了 嘿嘿嘿嘿 哇好帅哦 OK 总之我先继续往下挖吧 哦然后这边是海带干哎 哦 再往下的话这边有水哎 哎然后还有黑钥匙哎 哦不是黑钥匙哦 是岩浆而且这个这个工具竟然可以瞬间把黑钥匙给挖掉 这到底是什么鬼啊 哈哈哈 哈哈哈 一把铁钩可以这么强了吗 然后这边好像一整层都是钻石矿哎 我先把我的钻石给挖一挖好了 哇塞也太多了吧 哈哈哈 好爽哦 哈哈哈 哇全部都是矿物哎 然后再往下的话这边是黑钥匙哎 黑钥匙下面是地狱城哎 要到地狱了的意思吗 哎好像是哦 对看起来是地狱哎 不过这边是主世界的关系 我可以放水哦 然后这边有一些烈焰神哎 各位这边有烈焰神哎 那我好像要顺便来打一下烈焰杆吧 我猜 嘿 嘿咻 嘿咻 而且这边还有高炉之类的 哦好痛好痛好痛 不过我这边有水哦 所以还好 只是旁边有一只女巫哎 完了快要死掉了 好痛 我先吃个金苹果好了 回复一下血量哦 而且我看到旁边有远古遗骸哎 如果我回去金字塔上面拿东西的话 好像可以来做全套的玉髓装备出来用哎 而且这边也有一个木桶哎 来看一下里面装什么好了 这是一把木箭哎 不过好像是掉落物会增加的样子吗 它是一把掠夺箭哎 我看看哦 嘿嘿嘿 哦 只是伤害真的低到不行 啊啊啊 我不小心用水桶把那只烈焰神打死了 来吧来试试看吧 最后一下 哇塞 直接好几组哎 哈哈哈 这也太轻松了吧 哈哈哈 一瞬间就好几组了 这样这一层好像就没要做的事情了是吧 不过这一把只能拿来收集物品哦 没办法拿来击杀怪物哦 总之我先继续往下挖吧 哦 是水晶洞 然后这边还有那个耶 扶修者的那个 潜引什么方块的材料 哦哦哦哦哦 这边该不会可以叫出扶修者吧 哦哦是没有错 哈哈哈 超危险 先赶快往下挖哦 哎哎哎哎等一下 超级硬的 哎这边好像也有一点点危险耶 如果再用一次的话 扶修者就会跑出来了 哦然后再往下的话 这边全部都是矿物耶 然后回到了深版岩城 看来是回到主世界的概念了吗 哇下面有好多女巫哦 女巫也太多了吧 超危险耶 等一下我先存一下我的复活点好了 我有带一张床下来哦 先这样子躺一下之后就可以下去了 那中间有两个木桶耶 我好好奇里面有什么 嗯好像只能进去试试看耶 先把怪物打飞好了 嘿 嘿 啊啊啊中毒了 算了不管了 我钻石箭 等一下哦钻石箭 哎呀呀呀呀呀哈哈哈哈哈 超级痛耶 哦哦好痛 哦好痛 哦好痛 好痛 好痛 金苹果先吃下去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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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女巫真的好危险哦 我記得女巫的武器 不對應該說是藥水 好像是無視防禦力的 這武器應該傷害很高吧 好像好像還好欸 等一下 完了出事了 我想辦法把東西先回收回來喔 OK我成功用碟屍的方式 把我的東西都拿回來了喔 哇真的超級危險 我超怕我的東西不見了 我下次不敢再這樣靠近女巫了 嗯總之我剛才拿到的這把劍 好像就只是火焰燃燒劍的樣子喔 沒有其他的特色 啊這旁邊的怪物 我先把它全部都打一打好了 先一隻一隻的打進去喔 這樣直接進去的話真的是沒救喔 他的那個 哇傷害藥水真的超痛 哇哇先跑一下 欸欸欸哈哈又死了 太扯了啦 這些女巫 哈哈哈哈 怎麼這麼強啊 你就是最後一隻了 哇哈哈哈 哇終於打完了 這邊的女巫太扯了啦 怎麼這麼強啊 真的打了好久喔 終於贏了 然後這裡面的話是一些鑽石是吧 還有一個刷子耶 這個是考古道具 我印象中可以這樣子 有機會獲得一些特殊的物品喔 只不過 我好像挖不太到耶 哈哈哈哈 好吧算了 不挖了 總之我成功活下來之後呢 就可以繼續往下前進了吧 這一層真的耗了我好多時間喔 喔然後這邊的話是什麼 深板岩礦物層的樣子嗎 喔好漂亮喔 哈哈 這一層超級漂亮的耶 喔再往下這是什麼 欸這挖不掉吧 欸再往下這一層挖不掉耶 這個是強化深板岩喔 啊強化深板岩它的硬度就跟基岩是一樣的 是挖不掉的等級 我稍微找到看有沒有路可以下去好了 哇 哇 哇 到底要重亂下去啊 而且物品掉落太多了 我的電腦開始快不行了 只是這東西挖不掉的話要怎麼辦啊 該不會我要做鑽石稿出來挖吧 我來試試看喔 這樣會有用嗎 哈哈哈哈哈哈 怎麼感覺好像在做夢啊 欸 欸 有裂痕耶 等一下等一下 強化深板岩是挖得壞的喔 我剛才看到它的裂痕有變化耶 我如果用鐵鎬的話挖得了嗎 好像也可以耶 欸這東西是挖得掉的喔 我現在才知道耶 是後來改的嗎 欸 我怎麼記得是挖不掉的 啊怎麼還沒爆啊 哈哈哈 感覺好像要挖一分鐘耶 超硬的啦 OK 喔挖掉了 這竟然是挖得掉的耶 我真的玩這麼久喔 現在才知道耶 原來不是挖不掉 而是我之前懶得挖喔 總之我先繼續往下挖挖看吧 再來是雪的橙樹嗎 然後這邊是南瓜 喔還有一些冰塊之類的耶 然後蘑菇類的方塊 還有青蛙的方塊的樣子嗎 這個好像會發光吧 喔喔喔好不好 喔 欸 有水耶 欸喔是水底耶 所以這邊該不會等一下 有海底神殿之類的吧 先看一下喔 喔好像沒有海底神殿耶 好像沒有東西可以拿耶 這樣看起來的感覺 那我先繼續往下挖挖看吧 目前是第140層了 哇我已經下了一半了 那個高度了耶 哈哈哈哈 現在才下一半喔 好高喔 真的好深喔 這個地方 嗯 我下面是中空的啊 這裡面該不會 其實有藏東西喔 剛剛 再下去的話 這邊有鑽石方塊藏在裡面耶 只不過鑽石 現在對我來說 已經不是什麼有價值的東西了 喔這個是竹子 方塊嗎 可是好硬喔 我是不是應該要多做一些工具出來啊 好的 那我目前的工具 有一整套了 這樣要挖什麼都可以用喔 那我先繼續往下挖挖看 然後這邊是蜂蜜方塊喔 真的是把所有的方塊都藏在這個裡面耶 喔下面是 中介箱耶 中介箱我好像也用不到耶 哇塞 這個鎬子竟然挖一下中介箱就壞了耶 真的超扯耶 然後再往下的話 這邊是 風火台的材料 欸這是浴水磚塊耶 而且這下面還有一個 可以強化我的浴水裝備用的東西耶 他好像在叫我去升級一套浴水裝備出來耶 不過因為浴水防具呢 他的升級還需要這個鍛造模板喔 所以只有浴水定的話是沒辦法升級的 那我就先繼續往下吧 這邊是中介耶 中介的方塊耶 該不會已經到最後的區域了吧 可是我現在還在第100層耶 喔喔有烽火台耶 OK挖掉一個烽火台了 那我先繼續往下挖挖看喔 喔又回到櫻花的樹葉了 然後這邊是羊毛 羊毛層喔 羊毛層好像要做個剪刀出來挖耶 這樣會比較快一點點喔 哇這羊毛層好像很深耶 該不會所有顏色的羊毛都在吧 好像是耶 OK挖完羊毛了 然後這下面的話是營火喔 營火層 然後還有一大堆的木材 這邊開始是 所有方塊摻雜在一起的感覺耶 喔又有不同的層喔 這個是中介遺跡的方塊嗎 喔不是不是 只是只是那個鍍魚方塊 啊啊啊出事了 出事了完了完了 可能會死 可能會死 完了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完了 等一下 出事了出事了 要被咬死了 喔喔喔喔 喔還好我放了一桶水 等一下 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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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欸嘿嘿嘿 怒魚 原來我是這麼脆弱的喔 我以為除了女巫之外 沒有東西打得死我耶 好啦 那我換個地方存重生點喔 從這個地方再繼續往下看看喔 哇真的是有夠危險的耶 差點就直接東西全部不見了 怪我好像還在耶 欸怪我還在喔 等一下不要上來 不要上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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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啊 停不住 停不住 算了算了 太扯了啊 啊哈哈哈 超級強的這些怪 我把下面封起來了 沒想到在我印象中最弱的怪物這麼強喔 我來做個TNT把這邊的怪物都炸死好了 這樣應該可以炸得掉吧 雖然說炸杜魚感覺會跑出更多杜魚啦 OKOK 喔有乾淨一些了 再多炸幾顆好了 哈哈哈哈 沒想到今天要用這招耶 哎唷唷好危險喔 差點把自己炸下去耶 嘿 啊出事了 喔喔喔喔喔 差點直接死掉 喔喔 欸 去對面 去對面 然後把這邊圍起來 嗚喔喔喔 嗚喔 嗚喔 嗚哈哈哈哈 Dooley怎麼這麼強 喔喔 哈哈 OK OK 擋住了 擋住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杜魚是我近期以來遇過最強的怪物耶 這太扯了吧 呃 好的那現在怎麼辦呢 我從另外一邊的話有辦法下去嗎 我感覺另外一邊有機會耶 啊完了又來了 這邊也是杜魚 哈哈哈哈 怎麼這邊也是啊 不然我換這個方法好了 我把水流打開的話 這樣往下挖應該有機會把 這邊的杜魚給全部都淹死吧 或者是把牠們衝走 不用淹死也沒差喔 完了 等一下 水竟然遇到海綿 什麼鬼 有這麼剛好的事情喔 哈哈哈哈 太扯了啦 我是不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只有賭一波啊 衝進去地底之後 然後把自己給堆起來 再往下挖 像是那個地方有機會吧 來囉 嘿 賭起來 有了 然後再從這個地方往下挖 等一下喔 這一層該不會也是杜魚吧 不管了 衝啊 啊哈哈 這什麼東西 先裝水 先裝水 然後往外挖 哇哈哈哈哈 超恐怖 超級恐怖 Oh my God Oh my God 欸欸欸欸 等一下 跑不動了 超危險 哇塞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啊 這到底是什麼世界 而且我的防具竟然壞掉了 OK這次我把全身的鑽石裝都給穿上喔 這樣應該能夠撐多一點時間吧 然後就是我發現下面的杜魚 可能都已經被我開完了 把這邊的杜魚打完之後 把下面的杜魚給炸掉 感覺應該就可以下去了吧 所以我來把這邊的杜魚給炸一炸喔 希望這樣就有機會讓我下去了 喔喔喔乾淨了很多 只是還不夠乾淨喔 再一顆下去 OK 喔下面有岩漿欸 岩漿? 岩漿我要怎麼下去? 我有水桶 喔我有水桶 等一下弄成這個好了 黑鑰匙就可以下去了 感覺快炸乾淨了齁 再炸個一顆好了 OKOK 哇 哇一乾二淨欸 還好我剛才有帶TNT下來喔 沒這TNT的話還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欸 等一下要出事了 超危險 差點把自己腳底也炸掉 看起來杜魚已經快要全部打完了喔 我應該也可以往下了吧 先往這個地方跳過來喔 然後看一下啊 下面的話好像就是岩漿吧 那我先這樣子好了 把這個附近的岩漿都給 弄成黑曜石喔 像這樣子挖開一個洞 OK 這樣的話就可以往下挖了吧 有了有了有了 哇怎麼又是這個啊 怎麼又是深板岩 我再挖一下吧 OK挖掉了 那再繼續往下挖的話 感覺已經快要到底了吧 哇賽怎麼還有一百多層啊 如果算上-64層的話還有一百多欸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一點了 而且剛剛不知不覺中呢 我的那個高級鞋子 我忘記是什麼效果了 好像是加跑步速度的嗎 那雙鞋子已經不見了欸 欸這個是界伏盒嗎 欸這個是界伏盒層欸 我好像應該帶個一個軸對吧 OK那再繼續往下挖喔 欸這層是什麼 這下面 怎麼是虛空 不可能挖到底了吧 那邊有指令方塊耶 不會吧我已經挖到底了嗎 這裡就是底了嗎 我稍微在這個附近挖挖看喔 看有沒有什麼東西 喔有了有了找到了 這邊有一個壓力板 然後上面寫說 你完成了這個分層世界 欸 過關了嗎 成功了喔 我來猜猜看喔 嘿 喔有欸 成功了 我把我的整個世界都給拖寬了 哇 充餘 OK各位 那我最後呢 大約是死了30次左右喔 有一半是被女巫打死 然後有一半是被杜魚打死喔 哇 那個不得不說杜魚團結起來 真的比所有boss都還要強耶